Hello 大家好 又到9月23日的桑普论席 昨天是星期日 大家知道我播一些软一点的节目 这几排都起码播了三集关于我桑普旅游的节目 去哪里呢 印度达南萨拉 跟大家拍摄一些实景 去一次印度都挺折腾的 挺麻烦的 要去申请签证 等待签证 付钱 订机票 而且又做很多东西的准备 所以也不容易 去一次希望拍到好的片段和大家分享 太基灵也好 达南萨拉也好 希望大家都喜欢 今天我们继续讲一个我们整天要讲的题目了 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经历了这个周末 有没有新的变化呢 有 会不会有突破性的变化呢 没有 虽然没有突破性的变化 但有些事情 我想是会有些深远的影响的 第一件事跟大家报告的呢 就是特朗普 是要破釜沉舟 他说了 就是有主持人问到他如果11月败选的话呢 会不会2028年 即第48任总统选举 他会再卷土重来呢 答案是No OK 今年78岁了 你要他83岁再卷土重来 说真的 已经不合常来 人年纪都会大 虽然现在他非常精灵 但你要求他战云再战 战云再战 我想在美国都有很多人才 能够奉行特朗普一直来说的一些保守主义的 或者叫川普主义的政策的大有人在 而且推陈出身 更加可以将有关的思想发扬光大 我想德不孤必有论 由J.D. Vance 一直到蓬佩奥 一直到博明 很多的专家学者 很多出色的一些政治人物 都可以接行的 我想特朗普有这样的承担 他不是一个乱赞权位的人 保责的话 每一次的选举都要继续乱赞 否则他反之他绝对没有这样的一种乱赞权位的想法 最近纽约邮报22日报道 特朗普在电视节目专访 就是Sinclair Broadcast Group 里面的Full Measure 全面行两个节目里面接受访问 被问及是否会第三次角逐白工的补助 今天78岁的川普表示 我不认为我会 我想就到此为止了 我完全不认为我会再参选 我想这个他都会说到做到 今久以来他讲了很多东西 哪句虚 哪句是实 大家很清楚 这个是实的 他真的不会这么做 就好像当时破虎沉舟的这一役一样 是不是 当时候这个中国古代破虎沉舟就是说项羽嘛 项羽破虎沉舟最后就能够呢 宣令军队破同关入涵阳 最后能够呢 尽占关中 那当然啦 项羽是一个悲剧的英雄啦 那特朗普不是悲剧 他会成为 我也都很希望他成为第47任总统的 那第47任总统按照美国宪法呢 一个总统不可以呢 担任超过两届 无论是连续也好 或者非连续也好 都很难做超过两届 那我希望大家明白呢 即特朗普的情况 就是说 他如果担任第47任总统 就是由2025年开始 一直做4年的话呢 他都在4年任期就会结束 就不会再次担任总统的啦 OK 那希望大家都明白 那如果他这次选举失败 而亦都无所谓的 宪法的争议 比如说选举公平与法的争议 那我想 他都会下一次第48任总统 即由2028年的选举呢 他是不会参加的 这个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谦卑 亦都是对大家选民的负责 换言之 告诉大家 Just do it 第47届总统 他会选4年 4年之后我相信他健康都不错的 但谁知道 但他不认为4年之后他会再接触了 而且美国宪法也都不允许 他会再连任第三次的 即连任第三届的 不会的 所以这是现行的美国宪法规定 特朗普自2016年开始 亦都在这样说成为了共和党的指标性人物 如果他在2024年拜选后退出政坛 势必对共和党造成比较大的一种洗牌 和重新的调整 共和党里面对特朗普的支持度仍然很高 但有部分人士认为共和党需要新的领导人 才能在未来的选举中取得胜利 我都说过特朗普有一定的一些缺点 譬如比较大嘴巴 说话比较不着边际 不会怕得罪人 但同时也得罪很多人 这样的情况之后也会削弱了一些 所谓的一些很着重门面功夫的人的一种船票 他说过 我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总统 而且这次肯定不会 甚至可能比以前更有影响力 我了解各国 我了解谁占我们便宜 谁没有 这番话显示 特朗普仍然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充满信心 即使不再参选 他仍然可能继续在共和党里面内部发挥影响力 特朗普的参选并没有阻止共和党里面的初选竞争 但这位以前的房地产大亨 亦是出息四年的一位美国总统 击败了十几位挑战者 轻松锁定了共和党总统后书人的提名 这个显示出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拥有强大的感召力 特朗普还表示 自从他在2020年所谓败给拜登之后 离开白工业有些好处 如果我继续连任 事情会更容易 你知道 连续这样做 它若有硕诗地说 但最大的好处就是 这显示出民主党有多么坏 这显示出这种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 疯狂哲学有多么糟糕 这番话显示 特朗普认为在在野期间 可以更清楚看到民主党的政策缺陷 并且为他再次参选累积政治资本 在美国历史上 好像有总统在败选之后 再继续去参选 去挑战大位 范布林、Martin van Brun、Milbert Fillmore、 比菲尔摩尔、格兰德、Olysses Grant 和鲁罗斯福Diode Roosevelt都曾经试图卷好重来 那哈利夫拉 Gruther Cleveland 是唯一一位在两次不连续的任期内 担任总统的人 他分别是1885年至1889年 和1893年至1897年担任总统的 特朗普会不会成为第二位 即是这种两次不连续的任期内 担任总统的人 不得而知 附带说明一下 在当时哈利夫拉 的时代 是没有所谓总统任期限制的 总统任期限制应该是罗斯福时代加上去的 即大概是不够100年前加上去的 所以美国的总统的宪法都经过修订 希望大家明白 特朗普原本有望与拜登进行 自1950年代艾森豪威尔和斯蒂民森 以来首次的总统选举重赛 但最终 拜登在民主党逼供的情况之下 Club Data 政变的情况之后 民主党最后在没有初选的前提之下 就在DNC 民主党全国大会里面 通过了一样 何锦丽 即卡曼·哈利斯 成为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大家知道7月已经退出选举 变成了跛脚 最近他在很多地方都出仇 包括他去见四方安全对话 和印度莫迪、日本的岸田文雄 澳洲有关的总理 即Albanese见面的时候 大家看到他基本上是语言不详 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个是大家都看到的地方 即是叫做拜登的脑暴还质 路人可见 老书能解 偏偏有一帮左胶 这么多年来一直跟大家说 拜登没有老人痴呆 拜登没有老人痴呆 是我们冤枉他 偏偏偏不断说这些东西 到他真的要退选了 现在那帮人究竟要作何感想呢 有没有懺悔和自省呢 当时被你骂过的我 我又不会争软埋怨的 但我希望当时你这么大声 说拜登绝对没有老报问题 是我们这帮右派在冤枉他 希望大家能够自省 和谦卑地面对自己 曾经出现过的误判 好了 辩论会不会进行呢 大家都看过消息了 特朗普就说过 喂 你这个Kamela Harris 就说要CNN 10月23日再辩论 各位我都说过 Virginia, Minnesota 和South Dakota 都已经开始到 提前投票 实体的 甚至没有邮寄的都有 而且各州逐渐 开始各方面的提前投票 好了 现在已经9月23日 还有一个月 过一个月 30日之后 10月23日 10月23日 离开11月5日的大选 所谓11月5日大选之前的 10月23日 很多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 请问当时 你现在这样说到时候 要做一个10月23日的CNN辩论 第一太迟 第二 特朗普的团队 共和党的团队 一直 由7月8月9月 三番四前 不断调整 和Fox News 一个中间偏右 也不是完全右派 中间偏右的一个媒体 所以 邀请 邀请 Karmaday Harris的团队 喂 不如在Fox News辩论 喂 公平嘛 喂 你CNN是左交媒体 你ABC是左極左派媒体 喂 你起码中间偏右的媒体 Fox News Fair 你想想 ABC的3 on 1 三打一 CNN的我觉得是公平的 即是不会因为左交媒体 所以说他不公平 CNN的拜登的辩论是公平的 接着 川虾辩 Trump和Harris 在9月10日 在ABC的辩论 三打一 绝对不公平 那你基本上 Harris 是扭了Trump 撩了Trump 不如打多获量 Trump都说了 只有在拳击赛里面 输紧的人 或者输紧的人 才会撩 对手 去再搏斗一次 即是基本上 猜猛一样 猜输了 财财 一定发 就输一拨给你的话 那你只是有输的人 才说 喂猜得盘 哪里会有胜利者 明显的优胜者 会真真正正要求对方重赛的 你想想 所以 不要相信民意调查 Harris和他深层政府很清楚 其实现在做过很多民意调查 我稍后会讲到 很多水分在里面 是一直以来 由2016 2022 2020 到2024 那么多次的选举 充满水分 都是偏袒民主党的 2016的选举 希拉里赢多少票 当时说希拉里的popular vote 是68% Trump只有32% 希拉里三百多张的 选举人票会当选的 最后结果 最后结果 都是Trump OK 这是第45任总统的选举 好了 第46任总统的选举 2020年的时候 拜登是在帮助Trump 8% 除了你计算popular vote 也好 你计算选举全人票也好 不会下8% 那么多 他是宿泽到2-3% 甚至更少 就是说你起码5%的水分 好了 时至今日 很多座家跟我说 哎呀 桑普 已经修正又修正了 已经改变了很多东西 连年都这么说 界界都这么说 其实说这些绝对没有修正 Harris知道 深层政府知道 他知道 根本他在辩论之后 他的支持率输了 所以不断跟你说假的数字 比如popular vote 譬如跟你说一些 哦 即是哪个支持 Hispanic的支持 Black American Black Female 对于这个其他议题的支持 就是拆细不同的指项目 和大家说 但偏偏没有说个重要问题 在七大摇摆州里面 究竟哪个赢 全部都是不差范围 你那4%的Lead 3%的Lead 2%的Lead 全部在摇摆州里面的变成 不差范围 那你不差范围就大劲了 因为以前 希拉丽完全拋离成倍 都输 拜登拋离8%的 都是险性 你现在完全在不差范围 而且在60年来 1960年选总统以来 从未试过 双方的总统 在连续三个星期之内 没有抛离一方抛离另一方 5%开外 那你自己在5%以内 摘幅徘徊 那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过 这一次是相当咬得相当紧的选举 而我会觉得 紧的一方是Harris佔劣势 不是特朗普佔劣势 你看回以前的 2016 2020年的民意调查 和实际结果 之后 Extrabulation 做一个比尔 你就知道 今届的选举 特朗普是稳佔优势 特朗普知道 哈利斯都知道 哈利斯才要撩膠打 撩再去重塞 你要重塞可以 去Fox News 一人一次公平 和ABC这种情况 不能再继续 CNN已经做过 为什么都要继续CNN 和10月23日太迟了 所以特朗普没有 rule out 再做选举辩论 但绝对不是10月23日 要做的就立即做 要做的就尽快做 10月1日 未来的副总统候适人选举 共和党的JD Benz 和民主党的Tim Morse 两人在辩论 看看哪个会有更新的一番见解 CBS News的一种辩论的比赛 辩论的辩论会 但你说特朗普和哈利斯 我想有很大机会 不会再辩论了 就算要辩论的 绝对不是CNN的 1023 即30日后的辩论 绝对不会 OK 特朗普已经在9月21日 说明已经太迟了 It's too late 好像Alice in 1100 那只White Rabbit一样 It's late I'm late I'm late I'm too late It's already too late 大家已经投票 投到七七八八了 你才做辩论 说真的 是不是辩论的错呢 还是选举制度很有问题呢 One day same day voting Paper ballot Exceptional cases 才会有mail ballot 比如服役的 服刑的 即监狱里面的 服役即军队 或者一些极端的情况 比如你生危疾的疾病 和海外的投票 你可能会有些地方 例外可以有mail ballot 其他都是paper ballot Same day voting Certification of citizenship 即是国民身份证明 即是身份证 photo ID 你driver license也好 这个是身份证明也好 基本 不可以有跨州的选民投票 不可以有幽灵选民 存在选民的名诈里面 这个基本原则 为什么美国到今天 都是禁在这方面落后呢 台湾这方面真的好多很多 无论选举辩论 因为选举整个制度 有公信力 由选举投票 一日完成 即日夜晚 即刻知道结果 夜长梦多 选举的票数不会混来混去 减少舞弊的嫌疑和空间 这些全部是一个 经历过中立事件之后的台湾 逐步在民主化过程中 锻炼出来的一种纪律 就算你不要说台湾 你说日本 你说韩国 你说加拿大 都不会有这么荒谬绝伦的一种 点票选举制度 所以我想特朗普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 put in top priority 就是说 当他有一天 重夺总统宝座 然后 听清楚了 还有两场重要选举 大家经常忘记 当然有州长选举 我才不讲州长 参议院和众议院 参议院 无论你在哪一个民意调查 参议院100席 是每一个参议院任期六年 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 今届改选34席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共和党会夺得51席 民主党夺得49席 换言之 共和党不需要看副总统是哪个人 都会赢得参议院的多数 成为了参议院的议长的共和党人 众议院的选举 就有点不确定 分析显示 56%的机会是共和党得到多数 但怎么说都好 共和党得到的多数 机会比较大 而且就算得到多数 很大机会都得到一个微弱的多数 435席 每个众议院是两年一任 两年改选一次 这次全面改选435席 综合左交媒体各方面的民意调查显示 即使左派媒体都会说 民主党只是落到216席 共和党落到219席 大概这个情况 当然有五差范围 219到216 即是三席之差 艾艾富 但一旦选到 中议院的议仗是归哪个 共和党 只有多一席都好 都是共和党选到做议仗 即是以前Nancy Pelosi 现在Mike Johnson那位 Speaker of the House 美国第三把交椅 共和党假设都好顺利 拿完参众两院 而如果Trump成为第47任总统 范斯成为第47任副总统 我想我在有生以来 我想很少 极少 我不敢说是没有 我没有调查 但我有生以来 做政论以来 很少看到局面 就是单一政党 拿完总统副总统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 那很多的法案改革 就在两年之内 全面推行 而这件事的话 是前所未有的效率 对于内政方面的改革 对于外交方面的做法 是兼顾理及的 那你说不行 我们要挖人制衡一下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会交给美国人决定 但我只是说这种可能性 挺高的 我想可能性都接近一半 那这个情况会是好与不好呢 我觉得是好的 两年之后 可能再改选 民主党可能拿到一些某个议院 比如众议院的多数议席 或者参议院的多数议席再选 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变数 但如果这种情况三年霸 即总统、副总统、参议院、众议院 都由共和党去执政的话 对于美国的断练和改造 是产生前所未有的奇妙功能 这种情况 为什么深层政府 华尔街集团 全球主义者 这些希拉莉、奥巴马 甚至哈里斯 一直都是想追求 一定要从不惜一切 可能是跟选举制度 这种可操作空间有关 一定要奪回总统的议席 就是在于他一失去就知道 嘩!全部炸开 炸到不知所谓 你FBI换人 CIA换人 甚至很多的一些 Attorney General都换人 嘩!不得了! 所以这个情况会有个land slide 这个是否会成为land slide victory 真的要看 很难去定夺 但是你看到 特朗普已经在921 北卡州的 Wilmington的集会 上面讲得很清楚 再做这个所谓的 辩论已经太迟 何锦丽、哈里斯 在首度辩论的时候 已经输得很惨 所以他先想着 希望在大选前 在CNN合作再辩论一次 现在剩下一次 就像刚刚说的 J.D.Vance和Tim Walts 在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辩论会 我们大家拭目以待到时候的变化 当然 我也说过 选举各方面的 百分比 是相当厉害 关键的地方 我也在外面做过一些演讲 也说过 特朗普如果下面三周 他已经赢了 哪三周 喬治亚州 稳定领先 北卡州可胜不稳 奔治凡尼亚州 可胜不稳 我朋友的记忆 奔治凡尼亚州 如果我说错了 更正我 19张选举人票 北卡州 16张选举人票 加上喬治亚州 加上他一些红州的基本盘 刚刚是270 刚刚过半 换言之 其他 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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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失去了 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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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记得 阿里萨州 是11张选举人票 尼亚州 尼亚州 是6张 加上 才是17张选举人票 这个不够 尼亚州 19张选举人票 如果 川普 失去了 尼亚州 失去了 Georgia 他去其他州 Nerd 真正的地方 Wisconsin 这两个地方很难的,不容易的 如果他拿到其中一州,再拿到一州才补回Pennsylvania的孔 是非常难打的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希望帮助到特朗普的话 Pennsylvania, Georgia, North Carolina,三个州,三个州 能够赢的话,他已经赢了这场选举了 但是这个情况是可胜不稳 希望大家,尤其是Pennsylvania和North Carolina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 我都说过了,我很担心11月5日 一路开票,开不知整个月才有些州才开完票 接着1月20日这段期间 出乱局的话,我们都要很小心应对 因为这个影响到我在台湾的安危 为什么我们这么关心美国选举,不是想干预选举 而是冷眼旁观这个选举 思考我们在台湾有什么决策可以做 甚至如果香港人面对这件事的话 记住,如果大家温存着光伏香港的心智 如果美国对中国转损强硬是很不一样的 很多人再问我一次,共和党和民主党 对中国政策是否有不一样的 当然不一样的 台湾有一班左交 甚至政府做事的也有,智夫也有 那班我觉得是stupid的 stupid的地方是哪里呢 不是全部都stupid,有一班stupid的人 但不是全部都是stupid的 你不要拿我的说法是错的 有一班stupid的人 认为美国哪个做总统和外交政策得一致 我觉得他们是fut的 读那么多书读屎片的 外交是内政得延伸 接着看历史 由尼克逊时代到现在 外交政策一成不变吗? 不会嘛 世界会变,人会变,策略会变,战术战律都会变 何来一成不变呢? 那你问我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最主要分辨是什么? 我先不要说Tim Walsh是否通共,通中共 也先不要说俄乌战争会怎样打 先不要说关税问题 我先说核心战略价值 民主党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叫管控论 什么叫管控论呢? 撤资互难,管控分歧 彼此沟通,避免战争 既竞争又合作,简称竞合 这个就是民主党的地方 是基身格主义的遗留 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 我们要管制他,控制他 这个就是拜登,哈利斯会做的事 哈利斯会延续这一点 可能会做得更加宽泛 更加没有经验,更加被共产党合 这个管控论 这个管控论 共和党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胜利论 Win China 我们要Win 美中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局面 我们要激跨中国 激跨中国共产党政权 逐渐围堵 慢死 慢慢加强速度 围堵 不说脱欧团链就是真正的脱欧团链 加关税60%,100% 取消最惠国待遇 如果你打台湾,我们打你北京 如果你用中国人民币来做这个结算货币 100%关税 谁来对付这个日本的僑民那样 和你制裁? Sanction 不会相信中国任何东西 逐渐将它逼到墙角 然后使得中俄之间断练 为什么我经常说俄乎战争继续打 基本上使得中俄在一起 但是在中俄之间结盟继续 你拔走了俄乎战争 俄国在一个地方松开了 俄国没有任何能力和资本去支援中国 它会成为一个尤人在中间的对象 而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说很怕俄国会发动战争 那方面的东西 其实俄国已经没有什么实力去做 它有的核子弹 但是这样就等于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即是互相保证毁灭 而全世界如果共同去对付中国共产党的话 整件事完全截然不同 这个就是胜利论 这个就是博明、蓬佩奥、余茂春 一直讲的一种想法 为什么要采取胜利论 不采取所谓的管控论 是因为美国如果采取管控论 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采取胜利论 它要赢美国、打败美国 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它要清霸世界 绝对和领土原则无关 它就要清霸世界 你管控它要胜利你 你管控你 你是stupid 好像classmistress classmaster 想管控那些 所谓的鱼皮仔一样 你以为它是鱼皮仔 其实它不是 它是狮子 因为是老虎 你用一个班主任的模式 狮子 狮子 open your mouth 订食物 你觉得这样很惯 管控分歧 什么叫农夫与蛇的故事 是吧 Sneak Sneak You are so beautiful Why you bite me You know from day one that I am a snake 这个是Trump很多演讲里面 经常出现的问题 一个农夫鸆了蛇 很惨很惨 扬到它胖子大壮 突然间火堆旁边 想送食物给蛇吃 蛇一口咬到农夫头上 咬到它中毒 身亡前就说蛇啊蛇啊 为什么你要咬我呢 我农夫就说 为什么你要咬我 你这么坏 然后蛇说 你从第一天都知道我的蛇来啦 今天不要想像共产党是一个鱼皮仔 是一个你纯服的小绵养小学生 共产党就是一条老虎一头狮子一条毒蛇一只蝎子 一只连狗屎都不如的怪物 你要克服它 战胜它 消灭它 签名它 瓦解它 粉碎它 不知道颠覆它 我从来都会煽动颠覆 是大家煽动粉碎中共政权 是粉碎 这样才行 Win it 你一win的话 香港人有没有准备好 我们选择想要什么的香港 台湾有没有准备好 不要以为我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疯人说目 我不知道我人生可以活多少年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只是说在未来几十年里面 甚至几十年 可能是几年的时间里面 或者十年以内的时间 情势可能会有非常急剧的变化 大家想象如果日本高市早苗当正 安倍派的高市早苗 2025年将会开一个新篇幅 Let's turn the new page I have a plan I have a plan Shut it off Shut Biden and Harris off and turn the new page 因为我们不想拜登和拜匪和哈里斯继续掌权 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整个世界会对中国围堵 制裁 将它脱钩团练得非常彻底 信不信由你 OK 这个就是分别 这个已经不是左右派分别这么简单 是一种你对于中共本质的认知 以及对中国本质认知的分别的问题 如果你认为哈里斯会采取消灭论 或者叫做胜利论 而不会采取所谓的管控论 我想 You have no basis to allege this 你的basis是什么呢 如果你认为 Trump是会对中国会手软 不会采取胜利论 会采取管控论 你的basis又是什么呢 放在我们眼前 我天天看国际新闻 天天看他们两个人的论述 谁对中国最狠 谁不敢说他的plans是什么 连中国政策都语言不详 Turn it off I have a plan Let's turn a new page 哈哈哈哈哈哈 谁在做这些东西 谁在说60%关税 取消MFN 如果你要人民币结算100%关税 谁在说这些东西 你自己看看 你真是有眼见的 如果你喘着明白装户图 插傻双 我无话可说 但我只是说这些是重要 当然 Harris在八月的选举花费重 即是非常重要 他花出了1.74亿美金 而Trump的竞选支出是6100万美金 我觉得这种情况 有些重复当年 希拉莉输给Trump那一祸 希拉莉的竞选经费 超出Trump很多 但是看竞选经费 多少支出都好 是不是飘飘 都是你可以用钱去囚容回来呢 这个是关键 虽然Harris的资金冲 越能够投放大规模的广告 但选举的战程 越扔钱越扔钱 战程越来越交着 钱不能够逼到票出来 所以现在很多金主 甚至很多人 好像有些不知怎麽算 即是精马痴存 所有支拙 即是现在的问题 英国卫报报道 Harris的竞选拳团 在八月共筹2.57亿美金 而Trump只是筹8500万美金 即是天和地的比 那是不是这样 代表Trump会输呢 以2016年的例子 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OK 那 无论 Harris怎麽说 你不跟我辩论 你Trump只是用藉口回避 说真的 Harris知不知丑字怎麽写的 当然他不知 他不懂一中文 你知不知叫做 shame S-H-A-M-E 怎麽写的 是吧 shameful shameless 无耻和可耻 是一样的意思 无耻和可耻 是一样的意思 中文和英文有些很对峙的地方 那你知不知 你觉得自己多shameful呢 人家说明Fox News 几个时段被你选 你一个都不选 你说你不同个辩论 你不同个辩论 因为你要的什麽呢 让你搭台 让你唱戏 让你唱戏 人家要Fox News 让你不要 那你便抓到 不用说了 OK Donald Trump 两次被含切 两党议员 有良知的议员 齐齐痛声痛疲 Trump 遇刺案 调查受阻 尤其FBI被指控阻挡调查工作 拒绝提供相关资讯 引起两党议员 统统都不满 共和党籍 法罗里达州的众议员 Mike Walsh 是调查小组成员之一 他22日上Fox News Sunday 表示FBI採取阻挡态度 和美国特弹的USSS 的坦诚配合态度 即Secret Service坦诚配合 但FBI完全拒绝 拖延 不透明 非常难堪 USSS特勤局事件中 充分和地方警察沟通指引 并且设立適当的指挥所 坦诚承认自己的失误 FBI迟不愿意提供有关的资讯 甚至将大量文件大量屠割 引发外界对于FBI 是否故意隐瞒资讯的猜测 共和党籍威斯康辛州的联邦参议员 Ron Johnson更指出 因此FBI提供秘密议员的少数文件 都经过大量屠割 作法前所未见 7月FBI局长Christopher Ray 最初看众议员表示 对于Trump容易多受伤 是子弹还是弹片造成 即是他击中了什么收听器的弹片造成 有疑问但两天之后立刻改口 就是子弹导致的 这种前后不一致的说法 令FBI觉得你是否抱着成见去处理问题 还是不抱成见 不抱政治立场 而真是就事论事 依据法律去办事 这才是重点 是不是 你看到民主党籍的 当然拜登在外面说 中国战术未变、战略不变 考验着我们四个国家 他最近在自己家乡 欢迎印度、日本、澳洲的朋友 四方安全对话的朋友来 说完所有事情 基本上有些失智的表现 尤其在介绍印度总理的时候 突然之间跳制 基本上不知道说什么 谢谢各位 接下来 哎呀我要介绍谁呢 下一位是谁呢 那当然莫迪啦 我也知道是印度的总理 莫迪啦 你连印度的Prime Minister 都不知道Modi 那你要跳制 我要介绍谁呢 又可以断片 所以这件事 是令人相当可笑 而最离谱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像Trump在North Carolina的选举 做世大会讲过了 喂拜登是不是失智呢 他今时今日呢 里面在白宫 即是White House里面呢 究竟是哪个蔣金权 是Jill Biden 还是Joe Biden呢 Jill Biden是谁呢 第一夫人呢 哇好可怕 台湾常常笑 这个柯文哲 和他这个陈佩琪 就是他的这个夫人 但在美国里 我们都看到非常可怕的地方 譬如在9月20日上星期五 拜登在11月 个月来首次召开的内閣会议 的Cabinet里面 竟然安排Jill Biden 他的妻子 坐在会议桌的主席位 仿佛Jill Biden才主持会议 Jill还发表了一段 关于他个人关注议题的演讲 而拜登就望言望着前方 这个显然 他真是失智 这个很多左门就点到即止 免得说下去 怕你这样搞 全世界都可以笑美国 玩美国 破坏世界的秩序 拜登继续做一个显得下去的话 是很大的问题 即是议会的议员 是不是应该要动用 联邦宪法第25条的修正案 来将拜登请下台呢 他真是很离谱 即是以前中国都说没有后干政啊 是不是 皇后娘娘家到啊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你如果皇后娘娘嫁到 那你不是这个皇帝退位 让位给皇后娘娘咯 是不是 那你不是的 你找你的太太 来坐在主席位开会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你是不是瘋了那些人 即是这件事的话 左交媒体一点都不报道 不断在那裡 烦Trump必反 那我请问你了 为什么这些左交的香港在海外的KOL评论人 不说一下这件事 如果你讲的 我会表现你的credit 起码你都有常识 你怎么会找你的夫人 坐在cabinet的主席位里呢 你只是由谣 由谣再数星星啊 还是你自己已经是神游 混由太虚呢 很多人敢说这件事 拜登好 拜登妙闻主党呱呱叫 进步派西西里里 我就告诉大家 拜登连内国会议都不敢坐主席位 够了个夫人坐主席位 由夫人发表有关的说法 什么世界啊 再见莫迪的时候 又介绍不了人的名字 又断片 for what 反而我看到川普越来越多 有色人群支持他 尤其得到阿拉伯瑞的支持 一位穆斯林的市长 是属于Michigan的底特律 Detroit的郊区 Hemtrang的市长 加利布·Emma Gallip 这位市长 在9月22日公开表态支持川普 他坦言 虽然与川普并非所有议题上 都持相同立场 但认为川普是一位有原则的人 他以阿拉伯文那样写 尽管目前选情看好 但川普能否赢得选举 成为美国第47任的总统 仍未可知 但我相信它是一个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 无论结果是怎样 我都不会后悔我的决定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任何后果 基于这个原因 以及其他诸多考虑 我宣布支持并拥护这位前总统 同时希望他成为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加利谱这个决定是在川普在9月17日在美西根的东南部工业城市Flinst做了20分钟的私人会谈之后作出 阿玛·杰勒说给DETROIT NEWS知道 川普在会面前对我有很多了解 我们讲了很多话题 包括辩论民调的更新 Majigan的州和Wayne County的投票统计数据 以及阿拉伯裔美国人 尤其Yemen 也就是也门裔美国人的担忧 我们讲到也门的局势 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市是美国唯一一个完全由穆斯林治理的城市 超过40%的人口是外国出生的 即是说他们是Muslim 当然我不是穆斯林人 我也不是伊斯兰教徒 但是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是一个diversity的社会 我也不会歧视任何的宗教信仰或者族裔 而我发觉到喂 你是意想不到的 40%人口都是由外国出生 由穆斯林治理的城市 这位市长竟然挺身而出撑川普 That means something That really really means something Michigan是一个重要的摇摆桌 很多的左交民调都要说 Harris已经稳定胜出了 各位 2020年拜登都是以セミ票数 在Michigan胜出 而Michigan基本上是非常多的选举人票 Michigan有很多工业的破落城市 J.D. Vance有望挽救 或者是这些选情的危机 当年2020年拜登也极少数胜出这个选举 今年也是重要的摇摆桌之一 而这个重要的阿拉伯 或者叫穆斯林为主导的这位 汉特拉姆克士 Hentrank H-A-M-T-R-A-M-C-K 这是Michigan Detroit郊区的市长 阿玛加利布 他的挺身而出 是非常有指标性的 所以有很多左派 其实他心里面在咬底 我们正在赢了 其实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心里面在咬底 而这些这样的细微的东西 我看在眼泪 放在心里 希望大家都明白 局势不错的 但我们也不需要自满 也不要说给太多人知道 特朗普是稳定占优 说给大家知道 闪选情严峻 一票不能少 如果这是美国选民 希望在适当的时间 合法地出示你们的 photo ID Prob of citizenship 行使你们的投票权 也希望美国变好 台湾 日本 韩国 所有在香港的香港人 都会等待这个消息 局势改变 香港才有机会改变 香港已经窒息了五年了 是不是应该有个时间 世界局势要有苦证 以及重新洗牌的空间 令到香港的情况有机会逃出生天 重建光明呢 不要死好好活 准备好等运动 我们知道很多东西 我没有一个如意宣伴 我又不懂紫微斗数 也都不懂铁板神算 更加不懂和你出个魔术的水晶球 看到以后会发生什么 摩镜啊摩镜 请问你我以后的情况会怎样呢 说真的 这些说法 到最后你以为 世界上都有数 可以给你去猜测得到 事实上 这种说法 本身是一种对人类 或者对人类的灵性与理性 的一种自负的表现 到最后 关键的地方 都是在于交给神去决定 and we cannot forcast too much 我们可以做人类很多理性的预测 但很多东西 并不是我们能够预计得到 我们希望是什么 是很确定 但是那样东西是否确定出现 是一点都不确定 人生就是这样的了 是吗 谁说你一定会赢呢 但是香港一定会赢 不是你一定会赢 是香港一定会赢 会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赢 还是未来的时代赢 还是未来再未来的时代赢 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要不放弃希望 不放弃信念 不会石沉大了的话 我们未来这件事一定会摧灿光明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信心 对台湾有信心 对香港人 真香港人也有同样的信心 好了 今天做了很长时间 因为太多的资料和大家说 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